看着一条蛇 快点把他压到了 他在那个公路中间摆着了 刚好我那个车那么宽 我从中间查过去的 差一点就把头给压了 差一点把那个头给压了 吓死我了 继续我们现在穿越饼茶茶 我们还有几公里就到老虎嘴了 接着就是大流沙 现在这个路很烂 已经是那种搓一板 泡蛋坑碎石 但是现在目前来还没有炸坏了 没有雪墙也还没有急弯 有时候有一点坡道 现在开始有一个陡坡了 搓一板是很明显的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饼中落吗 我从成都出发开了1600多公里才到这 为了穿越最危险近藏路线饼茶茶 我从成都出发开了1600多公里 来到了饼茶茶的起始点 饼中落 看到了鹿江第一弯 人神共居的雾里村 以及世外桃源 丘纳桶 当我们沿着219国道 行驶50多公里 从丘纳桶出发 当我们看到西藏两个字的时候 就意味着最险近藏路线饼茶茶正式开始 过了这个地方 我们就正式到达西藏境内了 这边就是西藏 这边是云南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属于西藏了 今天我们要穿大流沙 现在已经是上午的10点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赶紧的走 因为上午穿的时候可能要好一些 下午穿的话就害怕有风就会有落石 好多人在这打卡呢 我们现在就要必须出发了 走吧 在这可以稍作休息 马上我们要经过老虎嘴 跟大流沙咯 大流沙还有30多公里 老虎嘴只有5公里了 对面就是鹿江 这个就是219国道 丙茶茶段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国道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你对自由的向往 天梦马星空的生涯 你的心都无牵挂 穿过幽暗的岁月 也曾感到彷徨 到你低头的瞬间 才发觉脚下的路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 如此的心车高远 盛开着永不倒立 我现在已经到了茶瓦龙 我们今天是非常非常顺利的过了大流沙 风平浪静 很奇怪的是 我现在住酒店 我这个酒店是 5年以前 我曾经住过的一个酒店 而且这个房间 也是曾经住过的一个房间 那个时候就是这个茶瓦龙 还很闭塞 根本就没有这么多房子 当时这个酒店是他们 他们当地最好的一个酒店 我们当时给的是220一个晚上 现在是100块钱 我就觉得很有缘分 我就随便找了一个酒店 那个时候我是睡到这张床 我都记得 然后我今天就 头发也很脏了 我已经四天没洗澡了 行吧 就这个样子的 明天早上我们要 因为明天早上有220公里的烂路嘛 到墨若村刚好是110公里 所以110公里 我就算每个小时跑20码 也要110公里 20码 跑5个小时 那我们还要在中途 就是拍视频 飞无人机那些 中途还得休息 所以我打算明天早上8点钟出发 对8点出发 然后8点直播 这个样子 所以现在也不多说了 我现在就赶紧的 东西全拿上来了 赶紧的洗衣服 洗澡洗头 然后各种洗 充电那些 然后明天我们就早点出发吧 那我们明天就 丙茶茶路上见 希望明天我们也是非常顺利 跟平安的一天 一定的